其實我現在比比賽都沒有給自己設什麼目標 那可能就是 就至少要比賽一直好了 至少要硬硬盤那樣 但是也沒有設太多目標 所以說第一輪就達成那個目標 對啊 因為我覺得設太多目標有時候其實 反而給自己有點壓力 對啊 我現在就蠻輕鬆去下一個 我後來看勝率好像是完勝了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感覺 下期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都 都蠻激烈的吧 所以我當時下完是覺得贏得蠻驚險的 但後來看勝率好像一直都還不錯 因為已經跟 蠻多很厲害高的下過 比較有經驗嘛 所以就 因為反正我覺得輸得很正常 所以沒什麼害怕 那那一排是怎麼回事 那番棋應該還是蠻運氣的 就最後是靠他的關子的時候 如果他下隊其實我基本上是贏不了 內容 我記得我一開始一個地方死活就嚴重看錯 然後 然後我下完之後就非常悲觀 我還不覺得輸費 雖然後來看好像沒有 然後 所以我後來就一直拼命的 加得非常積極 然後感覺他可能有一點 感覺他 關鍵時刻也下得有點快 然後就不用逆轉 對 那時候應該是轉換完之後 然後我判斷一下感覺 好像局面還不錯 對 他又有比較放鬆 也沒有比較放鬆 其實反而還很大 對 這樣就是 但是後來應該是到 比較後面啦 就確定應該是要贏 因為隔天還有比賽 所以也沒有 沒有太放鬆的感覺 對 然後 我們好像晚上有出去走走 就有稍微討論一下吧 因為他跟 真正學相反都蠻酷的 不然我們兩個都覺得 跟那種人像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絕對不能優勢一試 就是一直拼就對了 而且 對他們來說一定是 他們壓力點比較大 因為他們有不能輸的壓力 所以 我們如果 全力一幅去拼的話 他們可能會 反正這樣應該比較急 這樣 那你自己覺得小時候 那個什麼樣的氣勢 就是 非常強 有常研究他的氣勢 對啊 基本上每一盤我都會看 我覺得他不只是實力很強 就是他做人處置也 蠻 蠻讓我佩服的 不會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也蠻謙虛的 然後 對 然後也非常努力 去年亞運有剛才下過一次 就是覺得他 還氣勢蠻強的 因為我上次其實蠻有機會的 只是 但是後來是要戳幾夫呢 就輸了 所以就覺得大家下 沒不及的問送 肯定是勝率 比較低啦 但是 但是賽前你想這些 沒有幫助啊 所以我不會想這些 因為後面翻斷了蠻多次 然後後來他關你 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說 他關你什麼 我好像這樣 我其實 基本上知道 最後一刻才知道自己 就是 最後那個小姐 對 反正我最後年起來 那時候我才 翻斷年出應該贏 對 對 就是那盤其實一直都 非常緊張 你那時候小生的反應 他 一直在苦笑 真的嗎 對 你們如果看轉播可以像他 就是他關職的時候 發現自己輸的時候 開始有在苦笑 但我那時候下雨期的時候 沒有感覺 其實 後來看轉播 後來有稍微 拜幾下 然後我覺得還蠻厲害 因為他第一時間又指出來 後來AI做了 那一部拜掌 就是 就是說如果他有時間夠 所以跟他 看得到 對 但是我覺得他後來可能是 因為他關職其實下蠻快的 所以他可能是覺得怎麼下雨 然後後來才發現 好像其實蠻細的這樣 其實我感覺也沒有特別開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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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知道 冠軍就是這樣 對 那天晚上好像非常晚睡 兩年半還睡 為什麼 可能就是有點睡不著吧 但是 可能還是蠻開心 是興奮之情 還是 其實也 不確定 我感覺不太算快 不太算很快樂 但是 我不確定有什麼感覺 可能 如果你有看過 靈魂機轉彎才是 像那個男主角有點像 就你在拿之前 會想說我如果拿到這個 就哇 怎麼一樣 但真的拿到其實 就這樣而已 對 在這次 過頭三大杯之前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自己覺得 自己起下很糟糕 就包括那個 十段賽的第二和第三排 內容都很差 就一下子數 所以 所以 我前段時間一直覺得 自己感覺 是不太行 就是會有一些懷疑的聲音 但是還是有持續在訓練 然後 感覺之前的一些 努力其實是沒有白費的 對 所以就讓我更相信那個 就是繼續堅持下去 他 他有傳訊息 跟我說恭喜 我就說謝謝 我們就很平淡了 就我媽也不會特別跟我說什麼 因為她 她可能 就我知道她一定是很開心 但是 我們也不會特別說 啊妳好厲害 之類的 我媽真的 為了我 付出蠻多了吧 她就是 為了支持我的練習 然後 還從彰化辦上台北 所以 就真的 蠻感謝她的 其實她一開始 我記得是 不太仔細 笑是好 因為她覺得 下期 這個 感覺不能當飯吃 然後 然後 後來可能 就是 可能是也有一些成績 而且可能也覺得 我好像真的蠻喜歡的 然後就 慢慢變成 比較支持 就是還是 更好的成績吧 因為這次雖然是 冠軍 但是其實不算 就真正的世界冠軍 所以還是 蠻想要拿到 更好的表現 3 2 2 3 2 4 4